给你们剧透一下 这一次的这一堆几乎全境覆没 Hello大家好我是Linda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做很多开箱 其实是一直开箱视频 但是很多箱子要开 其实我周围现在已经摆满了我开出来的东西 我刚才刚刚给大家做完试穿的片段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做我后续的NOTION周年庆的开箱 因为我订的太晚了 很多东西陆陆续续的前两天才到齐 虽然现在活动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有小伙伴希望看一下我的开箱吧 貌似大家一直都还蛮喜欢我的开箱的 所以呢今天我就把后续的东西一次给大家开完 这一次穿的东西几乎全军覆没 所以呢大家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就是我们开箱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开一个这个Adormi的箱子 因为我还在他们家的网站上有一些credit嘛 所以我就又下了一单 早就到了我都忘了我订了一些什么东西 这一个东西呢我就不拆开给大家看了 这是一个海滩用的那种浴巾 beach tower 这个好像是我当时下单的时候刚好有搞活动 这个是赠品 因为我们家已经有很多类似的东西了 所以我自己可能不会留了 到时候会把它放到抽奖包里给大家抽奖 所以我就不拆开给大家看了 下面一个是一个运动纹胸是这个样子的 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 就是一个黑色的纹胸 然后底下有一个肩带 哦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腰上有缠两圈这个腰带 我到时候把图片贴在这里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身穿的效果 我就给大家试穿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运动纹胸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主要是把腰上缠两圈 我感觉就会让人觉得瘦一点 最后一个呢是一套睡衣 一件T恤衫 底下有一个小蝴蝶结的细节 还挺好看的 在镜头上好像 不过在现实中和中也挺艳的 就是那种特别特别鲜艳的本色 底下呢是一条这样子缩腿的裤子 它的布标还蛮薄的 不会特别热 由于夏天开空调的时候 我觉得也OK 而且这个花纹也蛮可爱的 我觉得 所以就买了一套这样的睡衣睡裤 下面就给大家开Northoom的东西了 先给大家开彩妆的部分吧 跟大家提醒一下 上一次呢 我跟大家说 我买了一堆Mac的东西 然后呢送了一套赠品 提醒大家一下赠品是什么啊 一个Fix Plus的小样 非常小的一个小样 一个透明的化妆包 这个应该会放到抽奖包里给大家抽奖 还有三支唇类产品 两支正装的唇膏 还有一支正装的唇彩 所以刚才那个是赠品的东西 那我为了凑这个赠品的单呢 我就买了一套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是我原本想买的 就是Fix Plus的套装 因为Fix Plus我还蛮喜欢的 定妆喷雾这种东西 什么时候都用得到 而且这个套装还蛮划算的 好像一共39刀吧 它里面呢是一个限量版的包装吧 不知道是不是不一样的味道 我先喷一下啊 它是有一股水果糖的味道 所以应该是限量版的包装和味道 还给带一个旅行装的小样 里面还给带了一个原版的Fix Plus 就是这样普通的 所以呢两个正装的Fix Plus 加一个旅行装的小样 好像39刀我忘了 反正到时候我会把价钱 打在下面给大家 我会把这些东西都链链接给大家 但是可能活动价已经没有了 如果大家觉得原价也值得买 也可以去买一下 但是反正我会把链接都 链在下面给大家了 那我为了凑单拿这个赠品呢 我还买了一套这样子的唇膏的套装 我一般很少买Mag的唇膏 所以Mag的唇膏不是特别感冒 但是我觉得这几只 应该都还蛮适合我们亚洲的肤色的 如果我有重色的唇膏呢 我可能会挑几个出来 也放到抽奖包里给大家抽奖 这一只叫Package Deal 是一个蛮裸的颜色 蛮日常的 这一只叫Violet Teddy 是这个样子的 我就不给大家试色了 因为有可能给大家抽奖 这一只叫Plumful 是这个颜色 这几个我觉得都还蛮日常的 没有特别突兀的颜色 You can't chili with us 是这个样子的 有一点像这个颜色 Chili 我拿出来给大家比一下吧 Chili发红一点 这个You can't chili with us 还是发暗一些的 都挺好看的这几个颜色 最后一只叫Double Date 是这个颜色 也非常的好看 总之这几个颜色我觉得 哪个都不会出错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样的套装 一般这种唇膏套装吧 你可能有三只 两只能用得到 另外一只就闲置的 所以我不太建议大家买套装 但是我觉得这个套装还是不错的 我曾经在一个吐槽视频里面 跟大家说过我永远都不会买的 彩妆品牌 这一次忍不住下手的一只 就是Tom Ford 他们出了一个套装 其实说实在话 价钱呢没有便宜很多 但是呢 它就是等于买这个眼影盘 给带了两只唇膏的小样 但是我必须要说啊 奢侈品就是奢侈品 它的包装你一拿到手 真的就觉得特别奢华的感觉 这一点我必须要承认 先给大家看一下送的礼物吧 我买这个套装 送了一个看上去像唇膏 但其实是睫毛膏 我就不打开给大家看了 因为暂时用不到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唇膏吧 16号 Scarlet Rouge 是这样的颜色 也是很美的一个暗红色 它的包装真的是好有质感 另外一只叫Pasablanca 是一只偏裸色的 也是很好 很日常的一只唇膏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 这次周年庆特供的 还是新色号还是怎么样 我以前好像没有看过 这个眼影盘的色号 色号是6号Burnished Amber 这个怎么打开呀 这样子好老土呀 我觉得我先把这两个小刷子拿走 这几个颜色我觉得都蛮美的 而且很适合我们亚洲姑娘的黄皮肤色 所以呢 我这一次就下手买了一个 以前我不想买它 是因为它太贵了 这一次呢 虽然它也很贵 但是我觉得打折搞活动嘛 值得入手 其实也没便宜了多少 我给大家试试色吧 真的都不舍得下手 你知道吗 太美了 说实在话手指四色呢 感觉并没有那么好 有一点patchy 但是呢手指四色根本说明不了问题 主要还是要看上眼睛的效果 所以到时候 我可能会在变调变化妆啊之类的视频里面 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盘吧 就是这四个颜色 最前的这个颜色在这里 可能大家都看不太出来 但是这四个颜色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所以也很期待去试一下它 接下来是几件内衣 Panky Panky的内裤 我当时下单的时候 我想要的那两个颜色就比较浅的 那两个颜色都卖完了 只能就买了一条这个颜色的 不过这个颜色我也挺喜欢的 如果大家了解我的话 我们家全部都是这个颜色 我好像经常给大家推荐这一条内裤啊 但是一直都没有很详细的给大家介绍 它到底好在哪里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比基尼的款 我上一次买了一个四脚裤 我觉得就还好 我还是比较喜欢比基尼的这一款 以前呢我总是不敢买蕾丝内裤 我总觉得蕾丝内裤会扎 我都是买棉的 但是这一款蕾丝一点都不扎 非常非常舒服 你穿上就等于没穿一样 特别舒服 而且它这个蕾丝啊就感觉很厚实 我去年和前年都有买过它 之前我买的洗过这么多次了 过了两年了都和新的一样 洗完了以后跟就这样子的 一点都不变形 特别特别好 虽然它很贵 打完折也要二十到一条 但是我觉得绝对物有所值 我上次跟大家说嘛 就那种棉的呀 像我以前在维米买的那些 根本就穿不住洗凉水 那个屁股蛋子就塌的 一塌糊涂 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 它 我说这个可能有点TMI啊 就是它会搓到你的两个 屁股蛋子中间 你知道吗 就是你以为你穿了个比基尼内裤 但是感觉你穿了个钉字裤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困扰 就是你一天下来 要不停的去整理你的内裤 然后把你的内裤 从屁股蛋子中间掏出来 我不知道我这样形容 是不是有点太过形象了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有画面感 而且都感同身受 我相信你们都有穿过 我说的那种内裤 但是这一条绝对不会 它的边啊 特别服贴 就是特别能服贴的 贴在你的身体上 一整天下来都不会跑来跑去的 特别特别的好 即使不眨折 我都推荐这一条 买了一个这样的 convertible纹胸 其实我主要是想买一个无肩带的 因为我现在有一副无肩带的 但是呢 我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VACO的牌子 好像国内这个牌子也蛮火的 我忘了中文名字叫什么了 大家弹幕上可以刷一下啊 总之呢 上一次我介绍他家的文胸 很多人都把他的中文名字打出来 好像在国内的小伙伴也挺认这个牌子的 总之他家的内衣我还是蛮喜欢的 但是这一件呢我可能要退了 因为我试了一下 我自己现在穿的那一件和这一件比起来 其实都差不多 这一件没有比那一件优秀很多 所以我觉得既然不是好很多的话 那我就没必要留了 当然它也不是不好 只不过呢 就是跟我原来穿的那件差不多 总之这种无肩带的都是很不舒服的了 所以也没办法 我又买了一副Nutory的纹胸 这个纹胸是我之前一直给大家推荐的 我已经买过三个了 不同颜色的 所以呢这一次我又买了一件这样 也不能算粉色吧 它是一种淡紫色的 我就想再多买几个这种浅色的可以换的穿 因为我那个裸色的真的是 几乎每天都在穿它 如果那个拿去洗呢 我就没有换的穿的了 如果要穿浅色的衣服的话 所以呢我就又买了一个浅色 是这个颜色的 这个纹胸真的很好穿 是我穿过最舒服的纹胸 没有之一而且它几乎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衣服 不管你是穿T恤衫啊 或者是穿晚礼服啊 除非那种路肩的 这个可能不太适合 但是其他大部分的类型的衣服 这个都蛮合适的 我喜欢它这个罩杯是蛮薄的 不会给你挤得很大胸 当然如果你想要那种效果呢 那你可能就要找别的类型的魔术文胸啊之类的 但是如果你想日常穿呢 因为如果你的胸太丰满的话 会显得很胖 所以呢我一般现在都会寻找那种 不太显胸型的 看上去比较平胸的纹胸 那这一款呢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但是呢它又会给你很好的支撑 就是如果你本身属于那种大胸妹子 也不用担心 它会给你支撑的很好 但是不会让你挤得那个胸特别特别的大 而且穿的几乎跟没穿一样 就是特别特别的舒服 肩带不会经常掉啊 然后也不会经常你要整理你的纹胸啊 就是很服帖很舒服 而且看上去也蛮好看的 有没有 很多那种T恤 bra 就是在T恤衫底下穿的那种纹胸 都是很丑的 我感觉就是那种特别普通 然后让你看的都不想穿的那种 那这个都不会 它颜值还是很好看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非常推荐的单品 还有一件纹胸呢也是Natori的 上次其实我做开箱的时候已经给大家售过了 但上次另一件是黑色的 我当时就跟大家说 其实我并不是很想买黑色的 但因为所有其他的颜色都断货了 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个黑色的 我想试试它的版情好不好 那我试了以后呢 觉得它确实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后来就一直刷新一直刷新 最后终于等到这个颜色 是一个淡粉色的 其实我最想要的是一件裸色的 因为它最百搭嘛 但是我觉得这个淡粉色的应该也OK 因为它是很淡很淡的粉色 穿在浅色衣服下面应该也不错 我最喜欢它的地方呢 就是它是没有钢丝的 而且胸部下面的这一条特别宽 所以呢穿上我觉得应该很舒服 你不会总是搓上去呀 然后你要不停地往下拉 而且它也是这种一体的罩杯 它不是缝进去的罩杯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见 它是压出来的那个型 所以呢穿上会非常舒服 我会把这个颜色留下 然后把那个黑色的退掉 我买了三副耳环都是差不多的 我可能不会每一副都留 但是呢我想也是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大家觉得哪一副我戴上比较好看 这三副呢都是环状的耳环 第一副呢是madewell那个牌子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一类的款式 反正我最近看到很多博主 都会戴这一类的耳环 就是它既像个坠又像个环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我看得挺好看的 我就也想自己买一副 我感觉它比我想象的要小 但是也没关系了 我觉得这个size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给大家拉近一点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耳环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所以这副我应该会留 而且madewell的首饰都还蛮便宜的 应该20刀左右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次呢我就不给大家打折后价了 如果我能找到它的原价 我会把原价打在上面给大家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新品嘛 即使它卖断货了以后也是会补货的 只不过价钱呢就回到原来的价钱 所以我会把原价打在上面给大家 另外两副呢就比较类似了 都是环状的 一副是Nordstrom自己的品牌 特别bling bling有没有 如果大家记得我去年的时候 买了一副这样子一模一样的 是玫瑰金的 那我今年呢又买了一副银色的 因为我突然发现很多时候 我搭衣服想搭一些银色的饰品 但是没有 所以呢今年我就想买一两副银色的耳环吧 这样的话也有的搭 我最喜欢它的地方呢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见 就是它前面有箱水钻 然后后面是里面这个地方 也有箱水钻 所以你戴上以后呢 就是这一面和这一面 就朝前的这两面都可以看到水钻的地方 就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所以这个我也是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看这两副 给我哪副 先给大家把这副带上 是这个样子的 给大家拉近一点看一下 这个样子的 这个在镜头上可能不太显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非常的bling bling 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玫瑰金的 是在这里 好像看不出来太大的区别 蛮有那个时尚严肃的 所以 这副也挺好看的 现在我不太确定 留哪一件了 我本来是想两副里面挑一副的 但是有一点感觉不出来 这环呢比较小 但是比较粗 更有时尚感 这个环就比较大一些 更经典一点 所以大家可以给我提提意见 Number one Number two 可以把一或者二打在弹幕上 下面就是试穿的部分了 我知道上次我问大家 是喜欢我之前试穿的形式 就是现场开箱 然后给大家一个first reaction 第一印象之后呢 再上身 然后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上身穿的感觉 还是想我一边 给大家售这个产品 一边给大家切一个图 我试穿的效果 因为这样比较节省时间嘛 我的视频本来就很长 但是大部分小伙伴都说 喜欢我之前视频的形式 但是呢 这一次因为我的东西 不是一个包裹来的 是陆陆续续来的 所以每一次呢 我都得拆开看一下 到底到了什么东西 已经没有那个开箱的惊喜了 所以这次呢 我就还延续 我上一个视频的形式 就是直接给大家讲 然后给大家切一个 我上身试穿的镜头在这里 所以呢 这一次就先这样吧 以后如果还有做开箱试穿呢 我们再延续回以前的形式 这一件呢 就是我上次有给大家售过的 Free People的bralette 其实它严格上讲 也算一个内衣 但是呢 我觉得它作为内搭的话 也是可以外穿的 它的蕾丝啊 非常的厚 所以里头虽然没有罩杯 但是呢 一般不会有车头灯的问题 是可以外穿的 我上次说车头灯 大家很多人 好像都没有听过这个词 其实我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我以为中文也有这种说法 如果你没有穿胸罩 或者是穿得太薄的话 冷气如果吹得太冷 然后你的这两个就 冰 人们可能就会好心提醒你 Your headlights on 这个小内搭 我真的特别喜欢 以后如果穿一些 比方说比较透的衣服啊 或者是 就是有需要用到内搭的时候 我觉得 这个和那件黑色的都 蛮实用 蛮百搭的 我也蛮喜欢后面它有一个调节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调节这个肩带 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穿的时候比较难穿 你真的是要有一点杂技技巧 才能穿得进去 因为几乎它没有松紧 只有后面有一点点的松紧 所以呢 如果你很瘦很瘦的话 也许还好 但是因为刚才穿的时候出了一身的汗 所以可能更增加了难度吧 也许平时的话也就还好 这两条裤子啊 是同一个版型 但是两个不同的size 在NOSUM周年庆的时候 很多时候 你怕哪一个size慢断货嘛 所以如果不太确定的话 我都会定两个不同的size 但是因为我定这一件的时候 它已经断马断的特别厉害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买了一个27号的 买了一个30号的 来了以后我还蛮惊讶的 我说我有定这件吗 但是无所谓了 总之我两件都试穿给大家 30号的呢 肯定是特别特别的松 就是穿的不太舒服 就是牛仔裤太松了 也不舒服 大家懂我的意思 那这一条27号的呢 我勉强能塞进去 顺便提醒一下大家 我确实是胖了 大家不用在弹幕上留言了 之前其实我穿27号是正合适的 有的时候还能塞进去26号 但是现在因为胖了一些嘛 所以27号穿的 其实也不能说不合适 就我觉得还挺好 但就是有一点点紧 其实我还挺喜欢牛仔裤 稍微紧一点 就感觉把你的肉啊 什么的都缩进去 但是这一条呢 因为它的料子特别薄 所以一紧了吧 它就不太好看了 如果牛仔裤要紧呢 必须得比较厚的 没有特别多松紧的那种材质 穿上才好看 这条裤子最吸引我的 就是它这个裤脚 它这个裤脚有一个 这样子的开叉的地方 但是我给大家贴一个 模特穿的照片 也许人家模特腿特别细吧 所以人家穿上身呢 就是那种直上直下的 好像是直腿裤一样的 只不过呢 在脚那块稍微缩进去一点点 但是这一个的板型呢 高得很紧 就像一个瘦腿裤一样 所以你小腿肚那个腿形 也显得特别明显 我最不喜欢呢 就是它这个裤脚这块 没有缩进去 它反而往外乍乍了一些 显得你那个小腿肚吧 是这样子的 最底下那个裤脚呢 往外这么一撇 就很难看你知道吗 而且它的这个开叉的地方 也跟它图片上的完全不一样 一开始买这条是因为 ARIA买了一条 因为它没有NOTION的信用卡嘛 所以它的订单都是我帮它下的 我看到这条裤子 我觉得这条还蛮好看的 它的东西到了呢 是寄到我家的 它和我一起试穿的 它的那条也穿的不好看 所以并不是说我的身材不好 而是这条裤子确实版型有问题 因为它的身材真的是特别完美的 它穿上也不好看 上一次我给大家试穿了这一件 后来呢我又追加了一单小号的 因为上一次我说那个中号的 好像是有点太大了 所以又想试试小号的 我会把上次中号试穿的镜头 跟这一次小号的 给大家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我个人认为好像是小号的 好看了很多 中号呢就有点太大了 所以这一件呢 我有可能考虑会留 但是呢我唯一犹豫的就是 因为我又买了一件白色的 白色的我买的就是小号的 所以呢 我在这里也会把我穿黑色的和白色的 给大家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给我提提意见 觉得黑色的好还是白色的好 我现在有一点点倾向于白色的 因为白色扣子是黑色嘛 有一点contrast这样子 好像有一点着急元素 但是我觉得我白色的这种开衫毛衣啊 太多了 所以呢 我又觉得 嗯 是不是不应该留白色的 总之 大家可以给我提提意见 是黑色的该留 还是白色的该留 但总的来说 这一件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特别柔软 穿上特别舒服 也很喜欢这个版型 而且我衣橱里面 确实还没有一件这样短款的开衫 所以我还是蛮倾向于留这一件的 说到白色的毛衣 我买了一件这个样子的 其实它就是很普通的毛衣 但是我看到图片上模特穿的呢 我感觉它的那个领口啊 开的比我上升式穿的要大一些 其实我是想买一件稍微长口的这种 领口开的比较大一点的毛衣 因为我白色的毛衣也有好多了 但是大部分都是高领的 所以呢 我就想买一个低领的 但是呢 这个款式好像并没有那么好看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我的耗又买错了 因为我最近不是胖了一些吗 所以我总觉得 我所有的东西都要穿大一耗的 所以这一次我基本上 所有的东西都是买了M耗的 结果呢 嗯 我好像高估了我的体重了 所以这一次M耗的全部大 所以这也是 这次是穿全军覆没的原因之一吧 因为人胖了一点吧 就很怕衣服买小了 你知道吗 就是很怕穿的也不舒服 然后肉也勒着 就特别难受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所以我都买了M耗的 我想呢 就穿个宽松版的吧 但事实证明 宽松版和衣服买大了 是不一样的 区别很大 说到这一件毛衣呢 我还买了另外一个颜色 就是这件红色的 其实倒是不难看 但是还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耗买大了 这一件买的也是M耗的 穿上跟一头熊一样 一点都不好看 所以呢 这两件我可能都会拿回去退吧 还买的另外一条牛仔裤 是Beronica Beer的品牌 它家的东西一直都蛮贵的 好像这条牛仔裤原价 250刀以上吧 这件吸引我的主要是一个 我follow的博主推荐的 而且呢 它是前排扣扣子的 我是很喜欢穿牛仔裤 穿这种前排扣扣子的 还有呢 就是它是长款喇叭裤形状的 我觉得穿上应该会很显高 很显瘦 但是也是因为我下单下得太晚了 退马断得很严重 所以呢 我只能买27号的 那27号我穿 其实也能穿进去 但是就 如果大家看那个片段呢 可以看到那个扣子 都会崩开的感觉 它的版型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就是非常非常的复古 当然铺腿是非常长的 但这也没关系 因为我可以拿去Norsum 让它给我改 因为我们Norsum的会员 每年有一定的额度 可以让它的裁缝 给我们改衣服 而且改衣服的价钱并不贵 我还挺惊讶的 像这种改裤脚呀 也就是一二十块钱 所以改裤脚倒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但是主要是这个码有点小了 所以我可能也会把这件拿回去退 我还买了这样的一件夹克 是比较跳出我的舒适圈吧 我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类似的夹克 我觉得它蛮酷的 就买回来试试看 是Blank NYC的牌子 它家的皮夹克 就是那种机车夹克 非常有名 我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 无数次了 所以这次呢 我就订了一件这样的 它是一个长款的夹克 是皮夹克 是这种焦糖色的 今年我觉得 还蛮流行这个颜色的 但是它问题呢 就是它的版型啊 大家在片段里面 应该能看出来 就是它的收腰是收的挺好的 但是到了下面呢 就有点炸出来那种感觉 所以就有点奇怪吧 说实在话 我仔细想一下 我能穿它的机会 可能也不会太多 因为即使是冬天 在我们这个地方 还是蛮热的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搭它 我只是觉得蛮酷的 想拿坏试一试而已 所以这一件 我应该也是会退回去的 这一件是我在心愿单里面 给大家售过的 其实我买回来 试理一下 我觉得还挺好的 就这个花纹 我特别喜欢 就是很特别的一个花纹 它也不算是豹纹吧 反正就是某一种动物的纹 但是我又说不出来 是哪种动物的纹 总之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花纹 就很好看 而且呢 它的这个领口啊 是带一点垂坠感的 我觉得穿上应该 既性感又时尚 一开始 我也是定了一个中号的 我就怕 这个是绸缎的嘛 没有松紧 太小了吧 胸这个地方会 不太合适 就紧绷的 尤其是这种领口 你紧绷的胸口 肯定是不好看的 所以我就买了个 中号的结果呢 又高估了我的体型了 买它 试理一下 中号肯定是不行 我又追加了一件小号的 所以我会把小号和中号 都放在一起给大家看一下 它其实蛮好看的 我蛮想留它的 唯一我不太确定的 就是领口这个地方 我觉得有一点低 当然我也可以把这个肩带 稍微改一下 把这个领口提上来 但是我又不知道改了以后 效果会怎么样 所以呢 我现在还在犹豫 我觉得这种领口吧 你也不能太高了 太高了就失去那种 性感的感觉了 所以这一件 我还是蛮犹豫的 大家也可以给我留言 觉得这一件 我该不该留 还有一件 也是高估体型后的产物 就是这一件耐克的 阔腿裤 但是呢 它是这种运动版型的 就是有加绒的这种棉质的 它不是那种 特别垂感的布料 它就是好像卫衣布料一样 然后里面有加绒的 就感觉应该是冬天穿的款式吧 这个倒没什么 但是呢 也是我买了一件中号的 太大了 小号说不定都大 其实我应该意识到 因为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带松紧的嘛 而且又是宽松的版型 不应该买大一号 但是我也是怕小了 你知道吗 所以就买了一个中号的 然后太大了 其实它还挺好看的 而且我觉得 每个人都能用得到 这一类型的裤子 但是呢 一个是我觉得它有点厚 另外一个是耗买大了 所以这一条也会退掉 最后一件衣服 也是我在新院单里面 给大家说的 是Nike的一个旗型裤 这一件一度断货 但是我也是一直刷新 一直刷新 终于刷到它 补货了 我赶紧就下单 那这一件呢 没有让我失望 这件我买的是小号的 它fit是蛮好的 而且它这个腰带这块啊 特别的宽 所以呢 穿上非常舒服 而且它也够高腰 松紧的也非常够 虽然我胖了 但是完全没有穿的 特别紧的感觉 里面还有一个 可以装手机的口袋 骑行裤呢 口袋一般都在背后这块 因为要骑车嘛 所以拿呀 放呀都比较方便 但我买骑行裤 并不是为了骑车 因为现在有一个 骑行裤的流行趋势 就是很多女生 她们会把骑行裤外穿 你知道吗 当成一个时尚单品来穿 我一开始呢 对这个流行趋势 真的非常的不迟 因为我特别讨厌 骑行裤穿上身上的感觉 就是它那个版型啊 对女生的身材极其不友好 我之前列甜餐的时候 我就特别讨厌穿骑行裤 我就到处去找那种小裙子 然后把那个底下的骑行裤挡起来 如果我有先见之明的话 当时练铁三的那些骑行裤 就应该留下来几件 现在还要去专门买 但是呢 我后来看了一些博主的穿搭 渐渐的也改变了我的看法 我觉得好像这样穿还挺好看的 总之呢 我会给大家插一个我试穿的图片 我就搭了一个长款的卫衣 那个卫衣是我偷我老公的 因为它够大够长 刚好呢就把屁股这块遮住 就还蛮好看的 本来我还担心它会不会有点短 因为在模特身上 看上去好像有点短 但是穿上身一点都不短 唯一我不太确定的呢 就是这个地方 它会不会老是往上搓 因为这个地方一定要松紧要够 它才不会总是往上搓 以前我们真正骑车的那种骑行裤 里边都是有一个 像胶皮一样的那种松紧袋 直接扒在你的肉上 所以它就不会往上搓 但是那种穿的肯定是非常不舒服嘛 只有我们真正训练的时候才会穿那种 那这个呢 当然是没有了 所以呢我就不太确定它会不会一直往上搓 然后就搓成那种小短裤 这个是我不太确定的 但是总之上身穿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满意的 非常非常的舒服 最后两个单皮呢 就是两双鞋了 上期有给大家售了几双小白鞋嘛 我还定了这样的一副 就是耐克的一双 这样的小白鞋 其实挺普通的 我就是想把他们都买回来试穿一下 看看哪个比较好 我再决定留哪个退哪个 这一双呢我肯定是不会留了 第一呢它蛮普通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第二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已经有一双非常类似的 这双是我去年周年庆的时候买的 看到没有 其实非常非常的类似了 这一双是标马的 这双是耐克的 说实在话这双标马的我喜欢的更多一些 这双耐克呢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搭起来就稍微有点 催儿 总之呢这一双我肯定是会拿回去退的 这双我都在衣橱里面压了很长时间 我都忘了我有这双了 最后一双鞋呢 可能是我这次开箱最满意的单品之一 就是这一双BP的马丁靴 它打完折好像才35刀吧 非常非常的便宜 但是真的穿上很舒服 一开始我看图片的时候 我还怕它这皮子会不会很硬啊 会不会穿上不舒服啊 但是穿上非常舒服 这个皮子非常的柔软 我觉得应该都没有磨合去 就直接穿上就很舒服 BP是NOTION的自主品牌 所以它的东西质量还是有保证的 但是价钱呢非常非常的亲民 所以这一双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 我有一双黑色的马丁靴 但是没有白色的 所以这双白色我觉得 应该也可以经常把它拉出来溜一溜 以上呢就是这一次NOTION的开箱跟实穿 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视频 希望大家多多的帮我点赞转发一键三连 如果希望继续说到类似内容呢 也可以点击下面的订阅键 还可以关注我其他的社交媒体 都是I'm Miss Linda Y 在其他平台上跟我互动沟通 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